哈囉,這裡是腦視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Unreal Render到實拍合成的流程 首先介紹一下會使用到的軟體 那3D追蹤的部分我們使用Budio 那我們解出的攝影機需要進到Maya裡面去做傳檔 然後再進到Unreal裡面實際製作Render 然後最後再到After Effects裡面進行合成 那由於這個影片只是工作流程分享 所以這些軟體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教學 細節部分我就不多做解釋 那主要的部分我們會集中在Unreal這個地方 影片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二部分我們會仔細講解Unreal裡面的一些設定 那如果有其他疑問的話 就在留言或訊息問我吧 OK,非要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入流程 好,首先是Budio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簡單介紹一下它的流程 那這邊有一個Import Sequence 那你就選擇你的檔案 開啟檔案之後呢 開啟檔案之後呢 這邊你可以選擇Move Type 然後這邊是選Nodal Pan 因為這是手持站在定點 鏡頭是Pan過去這樣 所以它是屬於Nodal Pan的類型 那Frame Rate的話 我們是24fps拍攝 那這邊你可以設定你的 你的Frame Range 那這邊就是Preview這樣 選OK就可以了 影片進來之後 因為這是4K拍攝的 所以畫面會稍微慢一點 那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有在地上放一瓶飲料 這是代表我希望最後主角的位置 會在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做一個記號這樣子 那左手邊這邊還有一些其他功能 然後那影片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追蹤 那這邊有個Track Features 就是Advanced 這裡面有一些比較進階的設定 你可以設定你的 它的靈敏度 敏感度 Sensitivity 這個你跟它都是幾次 因為每一個影片都不太一樣 那就這樣 然後按Start 好那它追蹤完之後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點它跟得很準 那你Tracking完之後 你還要來這邊做Camera Soft 點下去 這邊有一個選項 是Optimize Camera Pass Smoothness 通常我會把它打開 然後按Start 它Camera解完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再做二次追蹤 就是你可以把你覺得很準的點選起來 然後點右鍵 這邊有一個gold 那你可以選擇gold之後呢 然後再Track一次 它就會以這些gold的點來當作基準 那Tracking第二次的話就會比較準一點 通常會比較準一點 那我這個是只有Tracking一次而已 我覺得夠了 那你可以看到飲料品上面這些點 就是跟得蠻準的 那這邊我會做一個功能 因為我不需要這麼多資訊 雖然說Maya可以 這些3D軟體可以處理這麼多訊息 但是我不需要這麼多 所以我把這個飲料的位置選起來 然後點右鍵 這邊有一個flag for export 也就是說最後我們在輸出的時候 它會輸出這些我們選擇的點 那除了飲料品的部分之外呢 我還需要地板的位置 所以可以把這個選起來 然後一樣flag for export 那你選完你要的資訊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export camera 我們點下去 這邊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第一個是export type 我這邊是選MA 就是after effects Maya 我們還要在進到Maya裡面 去做一些調整 再轉檔 所以我會選MA檔 那這裡選export flag tracks only 意思就是說 我剛剛選起來flag的點 它只會export那些點而已 那這邊就是你可以設你的end frame start frame 那這邊這個可能比較重要 scale sync by 就是說你要把這個sync整體 放大多少倍 那如果你都沒有改的話 通常都會太小 所以這邊我都會選10 就是放大10倍 就這樣 然後你就選好你的位置 然後按Save 這裡有個地方忘記講 你看到後面可能會是這個樣子 這些點跟線條 代表它追蹤的參考點跟它的軌跡 我是覺得這個線有點阻礙視野 所以你在這邊其實可以調整 它顯示的大小 你可以直接把它關掉 像這樣子 我是這樣子看的 這樣比較清楚 好接下來Maya的部分 你進到Maya之後 把剛剛我們輸出的MA檔 import進來之後 會看到像這樣子的畫面 我們看到有攝影機 這是 這個它會是顯示是空的 那這邊還會有這些點 這些locator就是我們剛剛 要輸出的部分 這兩個是地板 然後這個是飲料瓶 你可以看一下 飲料瓶稍微高一點點 這是我們的地板 我把地板的部分 拉了一個方塊 跟這個切齊 跟這個地板切齊 代表地板 那這一個呢 就是代表飲料瓶的位置 中心點對準 對準這些點 那這一個呢 是代表攝影機的位置 那我有backed animation 其實我後來是覺得沒有需要 攝影機這個不需要 在這個位置跟這個場景 跟這個地板 會需要 所以這兩個我就加進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個camera是有 剛剛tracking的animation的 那加了這兩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 export 那我們總共 export兩個檔案 一個是攝影機 一個是場景 那攝影機 你就選這個攝影機 然後file 你可以用這個 send to unreal 然後selection 選好你要的位置呢 這邊有幾點 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 這個要記得animation 這個要打開 frame range 你可以自己選 那底下這邊 單位是公分 那exit conversion 因為unreal是Z軸 代表上下 所以上其實是Z 但是我發現這個 你不管選Y還是選Z 最後進到unreal裡面 都還會是錯的 所以我們就選Z吧 那我們進到unreal裡面之後再調整 這樣子 OK那你就可以選好名字 然後export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場景 場景就是這個 跟地板 那我們一樣選 send to unreal 選到你要的位置 那這個就 這邊geometry這邊有一個smoothing groups 這個記得要打勾 不然它會有一個錯誤訊息 你見到unreal會有一個錯誤訊息 這個記得打勾 就這樣 它沒有animation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animation 然後export 好接下來是unreal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unreal的部分有比較多的細節 我們會留在下一段影片再分享 那這邊我先帶你們看過一些設定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green screen 我先把它關掉 好 我們先看一下環境的設定 你可以看到這個 周圍這個環境呢 就是跟我們拍攝的影片一樣 我們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有在現場拍一張360度的照片 那這個照片 我們可以用來當作 lighting還有reflection 就是打光跟反射來使用 這是環境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從 Maya那邊出來的FBX的 攝影機在這邊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的地板 還有這個 這個 主角的位置 那它的animation呢 是透過這個sequencer 來 來控制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這個樣子 我們透過攝影機看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角色有Animation 可是這個旁邊這個白色的機器人是沒有Animation的 因為他是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他的Animation 那這個它的Animation是從Sequencer這邊控制 那白色這個因為他是Loop的Animation 所以我就從 從Asset這邊直接控制它Animation Play這個Animation 然後讓它自動Play跟自動Loop 兩種方法其實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比較精確的控制它的播放的時機點的話 還是使用Sequencer來控制比較精準 那因為我對這個就是沒有特別要求它的樣子 所以我就讓它自動Play這樣 兩種方法都可以 那在後面的影片我們還會 跟大家講這個Green Screen 要怎麼做 這Green Screen這樣子 我們從攝影機看出去就是 在Game Mode裡面 它就是 背景完全是綠色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角色跟背景分開 我們只需要角色而已 那除了這個Green Screen之外呢 我在製作的時候 影子跟角色是分開來做的 所以我還有一個Layer 我還有一個設定是 有影子的 好這個設定就是 有影子的做法 然後直接背景是白色的 那地板也是白色的 那你從Sequencer這邊看出去就是這樣 包含影子的部分 那用Unreal做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非常快速的更改它的內容 我這邊加一個人 調整Animation的位置 調整人的位置 都很簡單 因為我的攝影機一旦確立好 我修改這些都是Real Time的 所以做起來 修改起來非常快速 那我只要路徑什麼 確定 好我只要在這邊 重新Render更新 我的Asset就會立刻更新成 最新的版本 所以做起來真的非常快 那最後我們要輸出的時候呢 就是從Sequencer這邊有一個Render Movie 那它現在 除了 基本的JPG 啊 PNG之外 它現在可以Render EXR 就是Multi Pass的Render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選Custom Render Passes 你就會看到這邊可以 你可以Add任何你想要Render的Path 你可以加上 例如說 Final Image一定要 然後你可以再加一個 你可以再加一個 你可以再加一個 例如說Depth SyncDepth 那如果你想要把 例如說Ambient Occlusion 分開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 Ambient Occlusion 那這邊底下 這個都可以打開 有Cinematic Mode打開 這邊選你的Firm Range 然後選擇你要儲存的位置在這邊 然後按Capture Movie 就可以了 那基本的Resolution 還有這個Frame Rate 這邊要記得選 好 Resolution 你可以Custom 那我輸出的時候 我是用 3840x260 4K 16比9 然後按Capture Movie 檔案就會Render到你的 指定的資料夾裡面 那Render速度其實蠻快的 像這樣的Sync的話 可能 10秒鐘以內可以Render完 好 那接下來 合成的部分呢 我是使用 After Effects 那我在Render的時候 其實 我沒有 我在這一個 合成我沒有使用EXR 我是 就兩個PASS而已 所以我是分開成兩個 ZPEG Sequence 一個是 這個Final Image 然後一個是影子 影子的地方我做一些調整 你可以看一下 調色部分關掉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影子的部分 是另外加上去的 那我們看一下Final Image 那其實我在做的時候 是用 我是用Blue Screen 我是用藍色的 綠色、藍色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選你想要的顏色 那這個 Blue Screen的設定呢 我們 下一個影片才會講 所以我是用Blue 都可以 那影子的部分 影子的部分是這樣 它原本其實比較淡 所以我做了一些 調色 來加強那個影子的部分 然後最後再加上 Color Grading 就是你們最後看到的影片 那這個就是我在製作這個 影片時候使用的流程 那這個流程呢 並非是最佳化的程序 中間還有很多可以調整的地方 例如說 與其使用綠幕 可以使用 例如說Custom Depth的方式 來輸出一個MAT 來當做Alpha 這個是比較正確 或者說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不過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的結果 我希望可以對你們有一些幫助 那如果有任何疑問 或是需要詳細解說的部分 在留言告訴我 關於Unreal的設定 我剛剛提到的Green Screen 還有環境的Reflection 還有Sequencer的Animation的設定 這些我們留在下一個影片再來講 那我們下次見